你敢相信游座的木坑竟有三张之多吗 强悍的效果在防火强龙VS枪管装田龙时 突袭了对方玩家 瞬间秒掉左轮4000生命值 在此之前 游座使用注定一抽 在一顿神不其神的操作下 将防火强大哥龙的攻击力提升到7200 虽然这回合已经没有攻击的次数了 但左领导的怪兽效果也全部用尽 而换句话说就是 游座必须要在这回合搞定左轮手枪 通过除外目的中的重编码存活发动效果 左领导听后略感惊讶 一回合两张木坑也太离谱了吧 其他主角都是在后期才觉醒木坑卡呀 游座利用效果复活解码鱼者 怪兽效果根据连接端的怪兽数量 将攻击力提升到2800 小黑剃口干舌燥的游座说书 发动场地魔法电脑网络宇宙的效果 再上升解码鱼者300点攻击力 作哥表示一人一句不要强 发动战斗缓冲区的魔法效果 根据放置指示物的数量 将截码鱼者的攻击力提升到 青眼铸吉龙 好家伙 我就不信你这次还能活下来 截码鱼者给我剑斩那头铁龙 年轻人不要太气少 翻开陷阱卡枪管冷却 效果通过释放麻醉枪弹龙 将这张卡装备给枪管装填龙 而枪管龙也会得到选择自己场上的一只怪兽 使其不被战斗及效果破坏的效果 此刻左领导得意地像一匹老狗 将枪管龙的效果转给马格南枪弹龙 而就是这个瞬间 当马格南龙成为效果对象时 可以通过破坏自身 将场上的一只怪兽送进墓地 这下就连刚从墓地回归的 解鱼马者的攻击也被消除 游坐的场上只剩下提升了攻击力 但却已经攻击过了的防火强龙 又来了 作歌的教义大法制精神三连 这一刻三点主教主懵了 看着面前这个说着自己口头馋的家伙 左领导想起了十年前的事件 住口 决斗是用来给大家带来微笑的 不是你复仇的工具 这是汉诺骑士的幕后黑手感慨 真是他喵得令人打寒的缘分 总之游坐在此刻成为了历代主角中 唯一一个主打复仇的游家人 至此决胜回合重启 作歌要上演木坑三连 发动墓地中并行端口装甲的效果 通过除外自身和两只链接怪兽来发动 让自己场上的一只怪兽可以连续攻击两次 卧槽 你们是墓地还是手牌啊 现在难道只有除外才能令玩家放心了吗 防火强龙从耗服变成了红魔 一发电磁解析波正面击中了枪管装填龙 漂亮 天下武功为快不破 就是要让左领导没有解释效果的事件 众人见状直呼流劈 感慨游作居然把左领射到了墙上 而且还是四千生命值得顺利 事后天生反拍箱的小黑想要吃掉左领 奈何天降一道惊雷差点就把小黑披免 而失去了一条绑子的左领也是说话算数 将删除网络病毒的程序交给游作 至此男二左领和游作结下了不解之缘 而为了唤醒演了好几机床戏的奎妹 游作用非常绅士的方式将程序传给奎妹 咱就说你把手放下去输入 旁边那两人也不能说啥呀 惠妹卡是辽福一群 深藏功与名 不过此战也是耗尽了游作的力量 回到现实世界后坐在椅子上就陷入了沉睡 草哥趁着这个时间解析小黑吃掉的汉诺程序 结果发现小黑这个人工智能不靠谱 吃回来的数据竟是自己的身体 时间来到第二天 因为队友草哥开的是热狗店 所以不用给钱的游作顿顿吃热狗 顺便听着魅影娇娃对他的赞美 可谓美好生活 好家伙 草哥开这店真的有收入吗 光顾着撩妹子都没注意到人家没付钱 总之娇娃出于好奇游作说得十年前的事件 试图通过黑入瘦公司找到线索 奈何就在接触到核心时 瘦公司的系统开始发威 搞瘫了娇娃的电脑 于是为了满足自己的好奇心 娇娃找到了自己的老东家 奈何老马被上司降职了 现在瘦公司的安保部长是牛哥 于是娇娃只能给草哥发了封邮件 而谁又能想到明面的热狗店老板背后 竟是个顶级黑客 邮件大概意思是用瘦公司的系统漏洞 约托妹卡出来打牌 当然游作要是输了的话需要交出小费 不过游作并不在意 第一老子一高人胆大 第二身为决斗者必须要打牌 第三约他的人是个30左右的预解 于是牌局就此搞起